抽籤会场外民进党中俄选区补选候选人 林静怡在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和前立委 陈伯伟陪同下高喊动算士气高昂 另一头国民党的颜宽衡 则有妹妹台中市副议长颜立敏 以及支持者一同到场立挺 蓝绿尬场但补选工房话题依旧还是前一天 颜宽衡没怪手执照 却开怪手自拆公保地为鉴 我觉得比较大的受害者是台中市政府 因为昨天台中市政府出来对于整个劳工 还有执行业务的这一个身体 就是所谓执行业务的权限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很伤哦 宽衡就是做了一个启动的动作 并没有操作 请不要转移焦点 林静怡酸颜宽衡上演大动作自猜戏码 反而害到台中市政府 对于严加反打悲情牌 要求政府解编公保地 林静怡更是不以为然 他们家有很强的政治能量 那在所谓的财富资源上面 还有社会人脉上面都比多数一般民众来的强大很多 也比多数的政治人物强大很多 这种状况去说他们资源不足 打悲情牌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公保地的争议在于说错误的都市计划 这些争议是应该要政府出来帮人民解决 而不是把问题又丢给人民 不只公保地争议风波不断 严宽衡支持者的自办餐会 在被网红发现 现场餐食变吐司和奶茶 菜色大幅缩水 这些里长已经造成寒蝉效应 让这些人心生恐惧 他们整天在这边罢完 罢完米粉这样讲 就是在模糊焦点 我觉得这是低估了地方选民的智商 我觉得这样很不可取 蓝绿抽签 场外护杠 选举话题持续延烧 好 今天看到这个参选人抽签 这个主委又到现场陪同林静怡 不过今天看到 这个抽签之后搭出来 还是针对这个公保地的争议 继续插 昨天严宽衡自己驾驶 这个挖土机 说他要敲下第一块砖 我们来看一下严宽衡 再回顾一下 他前几天怎么说 他先是讲公保地的争议 不是大声的赢 然后昨天又讲说 只有公保地的地主 才是受害者 才是受害者 严家现在跟自己说到这么可能 可是面对争议 到底有没有说清楚 请教主委 就您的了解 现在到底这公保地 这到底疼到什么听到 是 我先说早上 陪静怡去抽签 那么双方的人马 都有这个车队的游行 那么袁花恒的车队 讲了一句很好的话 他在车上面就喊说 大家乡亲 我们在地上 你看这条路是这样的风气 这个水管是这样的风气 就要相信在地 没有电视骗去 电视中在偷骗的 那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好玩 那么我们抽到4号 当然是 呼吾我们的敬以事事如意 能够顺利来当选 那么电视真的偷骗的吗 大家来看电视就知道 这个有图啊 有影片啊 那袁花恒的那一个 这个公保地的这个 那个所谓的招待所 他也是在操作 这个挖土机去打他 那到底是他讲的 是真的有没有操作呢 画得出来就是真的有去操作啊 那么操作了 有没有执照啊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有考过这个执照 前进后退真的不好开 而且是要操作那个东西 去打那个墙 是 不小心打的话 真的是会 会把整个这个墙打歪了 或者是打垮了 或者是伤到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么劳工几经理人说 因为他不是劳工 他是雇主 所以没有关系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论点 所以敬以在讲说 这是很伤哦 到底是台东市政府 在搞什么东西 那么公保地回过头来说 他这样子拆 是一片一片的拆 一块一块的拆 到底要拆到什么时候 不晓得 那么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这个东西拆 应该是整片全部拆掉 因为超过年限了 他所谓的这个临时建物 应该是超过年限的 但是我在想说 这个台东市政府 早早就在讲说 这是公保地上面的 临时建筑 如果是这个市政府 没有虚地的需求的话 可能要 就不会把它完全拆除 那么剩下的 这个200平方公尺 以外的 这个500平方公尺 到底要不要拆呢 照这样子的速度 慢慢的拆 慢慢的拆的话 你看到的 只是拆这个围墙 那还在拆到里面吗 那剩下30天的这个选举 是不是拖过30天之后 那个建物还在呢 那么他还诉求说 这个是这个政府的问题 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来解决人民的问题 2012年你买的时候 他就是公保地的 他不是在重划区里面 你的土地被化成公保地 这本来就是公保地 你去买的 到你买了之后 你是要这个招待所呢 还是说你利有所图 是不是等着说 要来换地呢 所谓的跨地势力重划 到时候还可以换到 一个比较好的土地 或者你想要用 这个解编的方式 上下其所 把这一块土地 变成这个建地的这个利用 那这样子翻的 不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土地的这个成长的 这个倍数而已 可能更不只是 五倍十倍 可能是五十倍一百倍的这个成长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颜家常常就是用权跟钱 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需要钱的 这一个能够更好的一个 能够赚更多的钱 所以呢他就要这个权 所以就来这个参与这个政治 来拿这个权之后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黑金文化 真的是可以说是表现的 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 好这个颜家在台中的地方上 有钱有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过石旗姐 刚才我们听主委分析 这个颜宽恒他们家 2012年的时候早就知道 这个他们所盖的招待所 这块土地公保地 那是他们原本就知道 那怎么会现在讲说 只有公保地的地主才是受害者 但是说买公保地都没好处吗 来请教石旗姐 我觉得有点可笑 就是说当初这块地就是公保地 所以你去买了价钱还比较便宜 你第一个明知他是公保地 第二公保地上面的零食建物 其实都有其规范 就是200平方米 而你盖了这个零食建物之后 你超过了200平方米的范围 他不断的在长大又长胖 可能又长高 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点 你自己违法 第三个上面的零食建物的使用期限 就是五年可以延长一次 加两年就是七年 而你也已经使用到了 超过了这个期限 所以是你自己违法 你违法拆除 本来你在申请零食建物的时候 你就有签了一张自行拆除切结书 所以你去拆也刚好而已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 这个侵害人民权益 我是这个受害者 这个问题是都市计划 那怎么都不征收 不征收你去问台中市 你旁边两块都征收 为什么就读读你那块不征收 是台中市政府行政怠惰 那所以你应该找的对象 声讨的对象 你的挖土机应该开到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 你怎么可以欺负我 你看你损害了我的权益 你怎么会回过头来 然后东怪西怪 然后都不怪自己违法呢 房子你们家在爽用 土地你们家也在爽买 然后违法使用 也是你们家在违法 然后回过头来 什么好处都占尽了之后说 哎呀我被打压我被受害者 这个会不会演得太过太矫情了吧 就是角色跟人物的设定就完全不对 因为你就是那个受益者 你们家就爽爽用了超过的期限 你们家就自己摆明了违法 打压一个要选立法委员的人 法律是立法委员制定的 然后你带头违法 然后你不遵守法律 然后说你被打压 这个很难很难 可以说服得了选民 所以拜托不要再演那么恶心的戏码了 你去开那个怪手 当然我认为是 是的确有那个政治宣传的一个 一个一个印象的效果 那个画面上看起来说你看他果然是自行拆除 但是台中市政府帮忙严家 只要法律碰到严家 自然就会似乎可以找出一个缝隙 让你可以过关 这一点我觉得也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什么叫做因为你是老板 不是被规范的劳工安全 所以完全没有这个要处罚的问题 那所以就有就有这个网路上面 我就看到有医生在酸 原来我这个医生 我不需要有执照 我只要开一家医院 我就可以抄刀 一样啊 那所以保障了老板 然后所以老板可以没有执照 老板就可以直接帮病人 画肚子给你画一刀 是这样子的道理吗 那所以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因人设施 然后因人而解释不一样的法律 我觉得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最矫情的就是 明明就是一个资源最多的政治人物 如今在选举的过程中 一件一件被检视 被检视就是合情合理 哪一个候选人不是被扒了三层皮的解释 选举就是要检视啊 就是要每一件事情都经得起考验 以证明说你真的足以条件太赞了 坐上这个位置 才可以说服大家 大家觉得你真的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人才 你自己守法 然后又制定法律等等的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严格要求你的整个庞大的家族 遵守法律的最基本的这个要求 然后回过头来说 大家都在欺负你 然后你资源这么多 土地那么的多 房子这么的多 然后看到每一件案子 我都跟土地有关的 怎么都有严加的身影的时候 然后还要说 我跟你讲资源真的很不足 我这个万箭穿心 我这个血肉模糊 我真的觉得演到一个恶心的程度 那所以我觉得演戏这件事情 就是要演到恰到好处 演到让大家有feel 就是你要他的选票 你要刚好触动到他心中的那一块 那可是你已经演到超过的时候 大家就撒狗血 这种没有办法接受 好来这个严格剧本 是不是演了太超过 也要请教一下子哲 说真的国民党对严宽恒的印象 是资源不足吗 是受害者吗 这跟严加在当地的形象 真的有符合吗 这个子哲这边怎么看 严宽恒到底有多少财产 其实很容易查 因为他当过立委 事实上在公报上 监察院的公报上都看得到 他跟太太的土地建物加起来 七八十笔 这样子的人跟我们讲资源不足 子哲听起来怎么样 不是资源不足 要看什么资源 因为现在国家机器 在民进党手中 如果讲的是国家机器的资源 他当然不足 最近常常被修理 我先讲 坦白讲该拆就要拆 这个是违规 违法建物 坦白讲我认为 这个动作是对的 因为之前还有人在说 你是不是要等到 台中市政府排拆 那你就放了不管 不可能 那你觉得他自己上挖土地 这样敢到 没有他自己有讲了 他是启动 他没有真的实际操作 当然我同意 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动作 只是要宣示说 大家认为我这一块 或者说已经被市府认定是违禁了 所以说我就自己亲手来做这件事情 他是要宣示 宣示说他不回避这件事情 那现在这个 我看台中市的劳检处长 他有出来讲了 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来看 因为他是规范是劳工 所以他没有违法 那我要讲的就是 大家如果觉得说 这件事情 这个法律规范不完整 怎么可以只有劳工 老板不算 OK 我也同意 那就赶快把它修法 是不是法律有这个疏漏 不谨慎的 不完整的地方 那就赶快一起来修法 那这个法律 不是言宽衡定的 那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当然了 就是我在邻近也很厉害了 他马上就拿这个来修理宽衡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对于言宽衡当然有很多指控 每天几乎目不暇己 包含我看前两天 这个苏志芬委员 民进党 在立法院也讲 说什么台中电厂 这个什么的标案 言家在里面都要收10% 感觉是要收保护费 或commission之类的 那我要讲的说 可是你严格去看一下 苏志芬他的指控 他的爆料 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甚至很廉价 为什么 人事实地物 一个都没有 结果你现在给他 410%出来 我说坦白讲 这个有点直接是抹黑了 我说你是一个立委 你不是一般普通人 你比大家都更有资源 而且说真的 你也是立委 你应该更有勇气 来揭发 我坦白讲 如果言家言宽衡 干这种事 全民公敌 每个人都要唾弃他 那给违建 应该是全民公敌 你感觉吗 违建是不对 是违规的 所以这要拆 没有 这件事情我同意 就是依法行政 就是说这个违建 他已经处理了 如果他现在放的不处理 不拆 那我觉得大家来骂他 有点道理 可是他的确面对 那我坦白讲 违建 每个人家里 搞不好多多少少 都会遇到一些 没有 只有他家 违建 谁家有违建 没有 违建拆掉 这刚好而已 干嘛要演受害者 10坪的10坪都没有 还有150坪的违建 不是啦 你要比财富民进党里面 有钱的人是很多啊 比如说 以前那个什么 人家没有150坪的违建 地委申报 财产最高的是谁 甚至郑力军啊 他们家里很有钱 他们家也没有150坪的违建 不要跃整跃远的啦 自责这边要讲说 阿郎严宽恒的惹 不过我想要请教昆城议员 他们国民党这边觉得 反正严宽恒都依法行事 台中市政府说违建 他现在人家也开挖土机去挖了嘛 但说真的昨天这一拆有拆弹吗 这个危机处理 这样子有及格吗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问嘛 你是要只拆违建的部分 还是整栋都要拆掉了 这远宽恒是得利者 怎么会是受害者 他们家的这个违建 从200平方公尺 涨高涨泡到700平方公尺 多了500多平方公尺出来 所以他们家违规 使用了这么多年 而且旁边都被已经 征收成这个工地 工园绿地了 只有他们家 还是这个招待所 这个一个招待所旁边的工园绿地 都是得利者 怎么是受害者 而且这哪是超加灭祖 这就是拆违建 拆你家的违建 你就是违规 违规所以要拆 所以这不是什么超加灭祖 这不是说这个 今天你只违规一点点 没有 你是200到700 多了500平方公尺出来嘛 原本的还要大 比原本还要大 所以当然要拆啊 所以要拆就当然是要 这个合法的嘛 怎么去拆你的违建 变成是超加灭祖 所以这个不对 所以这个延宽恒的 危机处理能力 也是非常的差 那昨天也是啊 昨天老实讲就是作秀 那个开了挖土机 去这个什么 弄这个第一 第一个动作 那就是在作秀嘛 那作秀就是被人家骂 就是说你没有 你是雇主啊 你没有这个 开挖土机的资格啊 怎么可以去动挖土机啊 最后来讲说 这个好像只是启动 做第一个动作而已 那其实老实讲 作秀要做好看的秀 不要做个秀出来 那就走在这个 法规的这个 违法的这个边缘 这个台中市政府 每次遇到这个严家 这个法律就会转弯 就是说雇主 有适用这个规范 雇主没有适用这个规范 只要劳工有适用这个规范 这整个都很奇怪啦 你这个没有驾照的人 你没有执照的人 去开那个挖土机 然后去挖 其实就有问题嘛 总会说这个 因为他是老板 不是这个劳工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昨天这整场戏 荒谬啦 就是说你整个本身 你们严家在这边买了 在已经是公保地的这个年代 买了公保地 而且也盖了这个违建 变成一个招待所 那旁边的呢 都已经被征收了 变成公园绿地 只有你们家没有 哇你们家打开门 旁边就是公园绿地 多棒啊 所以谁是受害者 是旁边的是 已经被市府征收 才是受害者啊 为什么只有征收 我们的没有征收严家的 好啦 那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你买的是公保地 不要骗我们说这个 你买了之后 才知道那是公保地 没有嘛 你买了之后是公保地 价格也比较便宜 他们到底要做立委 做计划 哪有可能不知道 都知道 那所以你是 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现在好了 那现在就是说 违建要把它拆掉 第二个就是说 那拆掉之后 你要剩下多少 剩下是两百平方公尺吗 那还是说 因为你这个建物 已经超过了七年以上 你要全部都拆掉 我看这个是 卢秀恩又要去伤老金了 第三就是说 好啦 那你当初买的时候 价值两千多万 那现在价值 当然不止两千多万了 现在在旁边是公园绿地 那里又高铁这么近 好啦 那你是要等解编吗 我之前有讲过 解编的话 它分回一半 那农地变成建地 然后本来是公园绿地 变成建地 哇 你虽然被政府 征收了一半过去 可是你的地变成建地 那每一坪的 这个价格更高了 所以今天你要当 你想要选立委 你未来想要当立委 你对自己的标准 就要更高 那所以说 当初 不要说叫你无偿捐出来 当初你用多少钱买的 你就用多少钱被政府征收 我觉得那是合 这是很 就是合乎长情的嘛 就是说你不要去占 这个市府的便宜 你不要占百姓的便宜 旁边这么多的 这个公保地 都还没有被征收 然后你唯独你加两块 旁边的被征收了 变成公园绿地嘛 那所以说 今天如果严宽恒 你想要选立委 要当立委 对自己标准要高一点 这块地如果拆掉了 全部都拆掉 全部都拆掉之后 当初用多少钱 你买的那就是用市府 用多少钱去征收 我觉得那都合理 因为你们家 这个财大 市大 那家业这么多 土地这么多 不要说留着一笔 这个烂尾留在那边 然后变成大家在讲你 被诟病 也讲到如秀宴 所以说 整个危机的处理能力 非常差 然后再说一次 严加严宽恒 在整个公保地的争议上面 不要说这个是应该 市政府和内政部 要去处理 不是 当初要处理的是说 我当初 这个我的地 是被政府化成的公保地 然后这么多年来 没有解编 那当然要处理 可是不是啊 你是买了公保地 你买的时候就知道 那是公保地 那你当初你就认为说 公保地买了便宜 那我可以做临时建筑 然后又可以做招待所 然后把它200平方公尺 变成700多平方公尺 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不是说 超加灭族 不是说什么动用国家机器 不是 今天弄的也是 台中市政府去弄的 不是什么国家机器 你今天是违建 那难道说以后 大家遇到违建就说 天啊 要超加灭族了 天啊 国家机器 要动起来 不是 你自己当过立委 不要这样子 做这么坏的示范 对 这起违建 本来就是要丢掉 现在也有蛮多 台中市议员建议 整个检衡 就直接无偿 关那些土地 让市府 这样比整个检衡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带大家 来抽丝剥茧 因为最近大家注意到 有一家新媒体 叫做林传媒 曾经写过这个报导 揭露严家事业的版图 不过这两天 却遭到骇客攻击 整个新闻网站 全被删光光 好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真的幕后有藏进人呢 我们稍微回来 一起来追踪 这下期待绝望 热地变老师 咱们就好了